是这个结算MSCI的关系 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强 盘中也有跌幅蛮大的 但是也是拉上来 还拉到红的了 那最后五分钟是因为这个调节的关系 或者台积电最后一盘就200多亿 这个调节了200多亿 所以大概还是维持3700 3800 那这种量对我们的大盘来说是好的 因为我们大盘里要再创高 一定要维持这个量 刘安伟 在2021年有人给他打了100分 那去年因为整个科技股状态都不太好 可是今年又给了100分 好 今年 好 等一下 2021年有给他100分 2022年没人给100分 他很委屈 所以到底是不是打暗号呢 100这个大家要把它唠唠记住 什么样的暗号 100块的这个股价 它长期几乎都是撑在这个地方 那100把它减掉一个0 它本益比大概也就10倍左右 是 真的蛮便宜的